在大学我有三年的学生会经历 我也受到了我的部长们一致好评 同时我觉得这有说明 我负责和地区向上 我现在有地区企业 我需要进步那么严厉 我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策划剧 给我一盆信任 我将会用望我兑现承诺 胡实男22岁吉林人 洛阳理工学院英语专业 魏老师好 在场的12位BOSS 以及3位HR专家 你们好 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胡实 那么一听本人的声音呢 也不难听出来 本人是个纯正的东北大老爷们 家住吉林省长春市 现在就读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阳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 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主要是想寻求一份行政相关的工作 我是有19年的英语学习经历 我的竞聘宣言是 给我一分信任 我将会用望我兑现承诺 谢谢大家 看你这么严肃和儒雅的样子 很难想象 这上面写着你很喜欢宋小宝 因为曾经我参加过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是个团队性质的比赛 然后每个团队都需要出一个节目 来彰显你们团队的氛围 最后我选的这个小品叫 碰瓷 就是宋小宝主演的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对 然后我当时主动出演了宋小宝 他们有很多人不理解 说你不像宋小宝的人呀 但是 一 如果演小品的话 我能够做到 少说了 来一对 碰瓷嘛 我就是那辆汽车 我记得 我看了那个小品吧 那你就是直接过来吗 对 一辆红色的汽车嘛 我记得我是蹲着的 对吧 你就撞 你就站那儿嘛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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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要我脚了 你撑你的损出 嗯 要我脚了 咋办吧 赔钱呗 嗯 多少钱 嗯 八百 然后 没有人配合 我有点也演不下去了 在台上 菲老师让我演一下宋小宝 我也很开心的 愿意去展现自己 我也是一个能够疯狂的一个人 小品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想要演好的话 数据不好听的话 就是要做到不要脸 嗯 然后我当时正好是我们团队里面 唯一一个相对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所以既然不要脸就不要到底 吧 为了博得观众一笑 所以我主动出演了这个角色 好吧 胡诗的一些个人经历还挺不错的 我们来通过他的情景资料看一下 首先我参加了2015年度 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我在河南省决赛荣获一等奖 全国总决赛是荣获三等奖 然后当时比完赛之后 我心里其实感触很多的 难道路洋旅工学院能重进省赛的就我一个吗 我坚决不相信 也就是说你是个挺有集体荣誉感的 我非常有集体荣誉感的 以上这些图片就是他们参加校园总决赛的图片 右下角就是我担任英语主持人的图片 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提高 他们英语口语能力 我觉得也是我能力的一个锻炼 也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那胡诗这个选手呢 一看就是一个非常书生范儿的一个小伙子 那么又是非常能干 也非常有组织能力 应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一个好学生 是我们眼中的那种乖乖男的这种形象 既您是不是毕业 我明年六月份毕业 也就是说今天也是来早实习的 对 有没有地点的限制 地点限制在北京 行 您要求薪资多少 实习工资的话三千家足以 你应聘的只有行政类的工作吗 我首选行政类的工作 当然如果觉得我还适合其他的岗位 我也会考虑 来 第一轮选子取活类 全流 天生我有财 好 把这场测评题拿出来 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 你的临坐旁若无人的在谈话 使你感觉到讨厌 你会怎么办 A 希望别人能够出面 向他们提意见 或者是他们自己自行停止 B 严厉地指责他们 C 叫回来服务员来指责他们 D 有礼貌地请他们 别讲话 这个情况很多次出现 我上周六还遇到了 很多次出现 你会选哪个 如果超乎我的忍耐范围的话 我会选D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他们在谈话的时候 可能是真的有什么急事 要么他们不会在电影院 我告诉你 在电影院里面大部分都没啥急事 有急事不会去看电影 这是个伪命题 我告诉你 在那儿都七嘴八舌的 都是在谈电影情节或者无聊的事 但是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应该给予互相骑马的尊重 如果你说了没用呢 那我就忍气了 忍了 忍了 如果他的脚已经架到你的后背上来了 怎么办 这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我们经常看见 再提醒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 我大不了把后背往前靠一点 因为别人也在看电影 我不想与他起争执 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他已经拿脚靠到你的脖子上来了 那你往前轻一点就一直这么看 也不去制止他 我制止他的话会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的话干扰别人看电影 好吧 更考验 行吧 来 你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吗 那里面人不考验 我选B 1米8你怕什么 我是真的选了B 我选过第二个 我上面三拨人在说话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我们不需要解说 咱俩模拟一个 来你指责我一下 我就这样说 我说我们不需要解说 跟你屁事 来 出去练练 早 出去练练 早 真早 这别吹了你 我真这么说的 你这么说 你还会怂了 你坐 陈浩你会选哪个 那肯定找服务人员来制止 不 你怎么找 你还是要走出去吧 你想看电影不想看电影了 不是 那是最轻松 最省事 最不带来矛盾的 我当时是想过这样 你连人都找不着 好 看眼神你找不到人的 有没有选A的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选A 很多人都不支持 但是早已忍耐不了了 但大部分人都是在等别人支持 是不是这样 来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道题 题面表面上 好像考察的是你的一个冲突处理 冲突管理 但其实是看你在 紧急情况下 或者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怎样去维护秩序 维护规则 在这种时候 你愿不愿意站出来 而不是去回避冲突 我一定会站出来的 其实他刚才说 他是一个很有集体荣誉感的人 他愿意乐于助人 让大家一起提高 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他让我很失望 对 你前后的回答相悲 他说他怕冲突 但是如果已经发生到了这种状态 已经 因为你看电影是一种视觉感受 一种感官的感受 结果你完全受到了别人的滋扰 而且你的权益被破坏了 你居然不吱声 这不是你平时的作风吗 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你的答案吧 其实我并不完全是怕冲突 因为如果我冲突的话 干扰到别人看电影 那这样的话 我与那个人就感觉没什么区别了 陀磊老师 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因为他做过学生会主席 他在想小不忍着乱大谋 都这么一件事 你可拉倒吧 你快拉倒吧 我觉得他这个心思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如果他真是小不忍而乱大谋 他就会换位子 直接走人 那倒不是 因为他是整场需要最后来处理问题的人 但问题是已经大家都受到了干扰 不是 涂磊其实这个选手犯了跟老板一样的毛病 就是想面面俱调讨好大家 这答案不得罪人 有的老板也这样 所以反而把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性格给淹没了 我真不信你平时这么处理问题 那个谁 我不知道认为 他身上他的优势就在于他身为一个什么平衡力挺强的人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在电影院进行喧闹和嘈杂的人越来越多吗 就你们这种人忍得你知道吗 我觉得至少应该尝试着阻止 如果阻止无效 一定会发生矛盾 你选择忍或者是走 我认为至少你是积极的状态 但如果你任何东西都不进行尝试 你去纵容这种行为 电影院后排那些嘈杂和没有素质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好不好 还有道理 我不知道说什么有道理 其实我做过一件我自为非常骄傲的事情 有一天早上 我们八点钟上课 我七点半就到自习室了 有一个学生就在后面在自习室 庞无忌惮地读英语 而且读的台读不对 非常难听 我刚开始我忍了他十分钟 后来我说了能否请你小声一点 然后他说你谁啊你 这是公共自习室 凭什么你管 然后我说我还真就管了 我是这个学院的主席 不对啊 你告诉我 不对不对不对 你的答案是很有礼貌地请他别讲话 你怎么那么严肃干什么 我说抱歉能否请你 你刚才你都说抱歉啊 你刚才很严厉的 虽然那个同学确实做的不对 但是他爱学习不一定是错误呀 他做这样的事情 我从这个状态已经给了他最起码的尊重了 你对一个看电影的人那样欺负你不说 对一个爱学习的人只是 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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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了一定的宣闹 你这样去斥责别人 我就觉得奇怪了 自己是学习的地方 对不对 屋里面有十几个人在学习 我身上这个学院的主席 我自然要为我们学院的人做主 最后我就问 你是哪个学院的 你告诉我 你帮你学号告诉我 他就是不支声了 最后他摔门而走 因为学校就有决定 在遇到自己学院的学生 自己的团队或者自己的干部 面临委屈的时候 我会第一个站出来 那是因为你在学校 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 你有一定的权利 你在外面你敢这样吗 不是胡实 你这么一聊 人真正的勇敢 恰恰在于你不拥有一定权利的时候 你依然可以去维护正义 对的 这才叫勇敢 我赞成 不能完全说 我没有社会责任感 其实里面也是透露着很多的无奈 在面临很多不公平 或者自己看不惯的现象的时候 自己很想去处于把地 但是有时候 往往感觉就是 是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 问题已经过去了 还是那句话 没有太大的对与错 但是希望 你能够在自己的范围之内 和在社会中间生活当中 都能始终保持一种主人文精神 别的就不多说了 他还有一个表演秀呢 是英语演讲模仿秀 是吗 对的 不要被刚才的事情所影响 好好展现 所以我是向我们的世界的区别介绍 我向你专论 自下的城市 从未来的世界的区别提供 再加上这个选手相对于表现优秀 所以我提醒一下大家伙 如果第二轮选择 灯依然全部保留 请每个人准备好 一千元的大红包 第二轮选择 薛霍霖 还有六盏灯 我想问一下灭了灯的 谁想发现人为什么灭灯 他除了刚才那道题回答的不太行之外 这个小伙都非常看好你 但是你是在北京实习 我们的实习有在青岛 地点不对 还有吗 还有吗 陈昊 其实我觉得你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你的实习可能也是你的体验之一 我觉得未来你留港的可能性也不大 好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来 从徐昭开始 那我们就给你管理培训森这样的一个职位 并且你的英语的话 会有发挥你的这样的一个特长的这样的机会 489点 欢迎你 给你一个我们的这个一桃集团的 我们互联网餐饮这个板块的 社群运营的一个管理培训生 地点在北京 谢谢 我可以给你两个工作方向 一个是做客舰培训方面的助力 第二个我其实认为你很适合是做这个销售的 因为你很有韧性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翠生生薯条品牌给你的职位是外销员 因为你的英文很棒 我们的产品也出口到各个国家 谢谢 我给你提问的职位是银科旅游的管理培训生 我希望你能长期在银科旅游获得发展 好 谢谢 给你的岗位呢就是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的管培生 未来的输出呢就是做管理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有宿舍 考虑一下六盏灯 灭四六二 去吧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职位 谢谢 老师 非常谢谢您 因为做销售实在是不太快兴趣 谢谢 非常谢谢您 实在是有请叶子龙 没向荣 谈前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这样的心思有意义吗 没有 已经超过我的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在你们这里工作 具体职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为银科旅游的目标是在 最常在五年吧 实现上市 所以希望呢 就是你跟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给你这个岗位呢 现在是管培生 然后未来的输出方向也是管理 我记得半年 一年前我们就有一个管培生 现在已经输出到我们去分公司做CEO了 这个前途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你又擅长管理 你又喜欢做管理 好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资超过五千 多秒 发灯灭了 好 最后思考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明尔木 银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银科旅游 其实我的梦想和野心是想 闯到银科管理范围的高层 算上学校的管理能力 加上我的正派之心 我相信在一段时间之内 我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加倍的力量